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ServiceMesh is on the way to witness the higher raising of the cloud 然后有请我们的几位分享人 然后张怀龙,王熙宁,然后赵华斌,然后裴斐 然后我是这次这个Panel Discussion的这个主持人,我叫徐中虎 那个开始之前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大家随意一点吧 轮流着来吧 开了吗 好,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 专家或者是开发者 还有各位热衷于开源的人 然后我叫张怀龙,是来自英特尔的云原生服务网格团队的工程师 然后我目前主要是在Focus在Eastio社区 然后现在也是Eastio的Maintainer 很高兴认识大家,谢谢 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网易数分云原生团队的陪匪 然后我目前的话也是主要是在做包括像云原生的微服务 服务网格,包括像云原生网关相关的一些平台建设 以及商业化的一些平台的一些构建 很高兴今天下午跟大家进行一些交流 大家下午好 我叫汪西林 我是来自于云原生团队 现在在负责ServiceMatch ASM这个产品的整个研发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ServiceMatch 在整个行业里面一些应用情况 谢谢 大家好,我叫赵华斌 我来自Test的Io公司 然后我们公司是家目前在美国硅谷的 它在国内没什么业务 大家可能都没得听说过 主要是做服务网格,还有网关,还有瓦盛相关的一些产品 和开源的工作 我自己的话 之前主要是做服务网格相关的一些产品 现在也在做网关相关的产品 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开始我们第一个话题 没有,没有,不用,不用 照着,很照是吧 对,刚刚打过 然后来点 那个,那个脚上的 是不是太偏了,会 没,没,没,没 好的,好的 好,好 好,好 然后忽略了这个问题 然后第一个问题呢 是服务网格商业化过程中的这个挑战 然后 这个大家来阐述一下 我们在服务网格商业化落地过程中有哪些挑战 然后我们会建议用户 因为大家在座的好多都是vendor嘛 然后我们建议用户在这个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下 然后我们 呃,建议他这个时候开始呃,落地服务网格 好 那个要不然就从画边开始呗 这样转过来 不,不,不要离太远 就,就,就 感觉有点挑战啊 非常,非常辩论的感觉 呃,围着近一点吧 围着近一点吧 围着近一点吧 太远了 还近一点吧 感觉有点像辩论 有点像对立的 OK 好 往这做一点,往这做一点 没事,没事 挑战啊 挑战其实我觉得挑战蛮多的 但是我说一个,我认我 因为我跟那个 从事那么服务网格的一些产品研发 还有,其实我跟业 跟用户有接触 我有时候做了一支知识工作 呃,所以说跟他们有一交流 我觉得挑战有很多 呃,但是我,我呃,呃,说一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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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做一些安全策略等等 以前的话 如果说我没有一个所谓的技术设施程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 我们的运位团队是需要依赖开发团队的 我们可以依赖开发团队提需求 OK 但是如果做得好的话 你可能改一个配置 做得不好的话 可能要改代码去重新部署 然后我们这个运位的需求 才能够满足 这个时候他们之间就有个偶活 对吧 所以说运位团队听说有这个工具 有服务网格的工具 那么他就很高兴 我不在于那里开发团队了 我如果有什么运位的操作 我可以很快地去实施 去上线 所以对运位团队来说 他大部分情况下 他是比较络意 比较愿意去做 把应用去做服务网格 去做这个网格化的 因为他可以觉得 他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但对于研发团队来说的话 大部分的团队团队 他都有一些服务自己的问题 比较做汽车的一个 一个负载均衡 做一个路由 或者做从事 是吧 或者做一些 Telemetry的一些收集 呈现 实际上他都有 他的工具了 他的SDK里面 他有工具 然后他有些 institument的一些代码 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他不会有 太强烈的意愿 去把SDK的方案 去迁移到一个 一个服务网的方案 因为他中间又有风险 可能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你站在你的位置上 如果说没有一个 很大的收益 而又面临很大的风险的话 你去做这个决策 就很难的 我觉得这是 我接触到的 我认为 比较大的一个 一个悖论嘛 一个 我补充几点 就是从我服务的 大概有几千个客户的 经历来看 就是我个人认为 就是ServiceMesh 在落地过程中 我把这个挑战分为两类 一类就是说 在组织加构上的一个挑战 另外一类呢 就是自然在技术的 复杂度上的一些挑战 那先说一下 这个第一类 就是在组织加构上 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 今天我们是 参加的是CubeCon 对吧 就是ServiceMesh 这个技术 它自这个诞生开始 其实就跟 底层的基础设施 是非常紧密的 对吧 它是很多理念 是基于K8S 这一套体系 那么 在这个ServiceMesh 出现之前呢 其实我们知道 有一些 叫我们叫Service 像这个Framework 对吧 像一些Spring Cloud 或者是 其他一些 分布式的一些计算框架 那这里 讲解两种技术 其实它 针对的角色 使用者是不一样的 我们所接触的ServiceMesh 就是我们去跟客户 讨论ServiceMesh技术的时候 首先讨论团队和组织是什么呢 它并不是一个开发者 它往往是一个叫基础设施团队 或者是叫一个架构组 一个平台团队 那么它跟开发者的一些思路 或者思维习惯不太一样 这个时候其实在 落地过程中 是非常有挑战的 它就说 作为一个开发者 他可能更希望 用个服务框架 用一个这个 Laborate的方式 去解决类似的问题 它并不会 首先想到一个ServiceMesh 可能解决它的一些事情 那这是我认为的第一个挑战 当然随着KMS 人员生技术的普及 其实这个是有倾斜的 很多开发者的角色人 他也慢慢的 往基础设施 这个思维上去靠拢 所以会看到Mesh 在无论是 与传统的基础设施团队 平台架构团队 它其实已经开始影响到 开发者团队了 那另外一个挑战 就是说在技术上 其实刚才也 幻边也讲到 它怎么讲 就是在这个应用性上 在涉及到一些技术的对战上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门槛 经常就是说 特别涉及到 它属于一个应用网络层 对吧 涉及到7层一些网络的时候 在排查故障等等 其实还是有一定挑战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实际中 那个就是用户在 让它落地的时候 是非常紧实的一件事情 怎么能够让流量 整个管理过程中 能够变得可观测 能够发现在哪一步 进行是什么状态 都希望有这么一个东西 来支撑它落地 我就补充这两点 好 佩佩 我稍微切换一个视角 就是我们 我从那个 就我们对外支撑业务 落地服务网格的时间线角度 讲一下这个问题 就比较早期的时候 其实我们服务的业务 或者那个客户的话 它其实会比较 就是关注于或者说 它的接入问题 那这个时候的挑战往往是 我们能不能让它的业务 比较顺利地接上来 那比方说它就会关心 我服务上 业务上用的这些服务协议 到底服务网格能不能支持 我用的注册中心 能不能纳管 那当然这里说的能不能 肯定是指 比方说原生 我们如果使用了Estill 那它能不能这样直接去用 那在解决接入问题之后 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阶段 就是业务想真的去上生产 做生产落地 那这个时候其实 比较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用的这套技术 这套平台 它的性能怎么样 它带来的这个调用岩石 生产上能不能接受 然后它的稳定性 是不是稳定 能够支撑比较大的规模 那这个其实可能是在 面临上升上这个过程里面 可能就会遇到的几个挑战 那近期其实我们又有一些 就是就特别资深的一些业务吧 其实给我们泡来了新的挑战 这个我也认为是 可能是在一些中后期的客户 比较容易提的一些问题 比方说我的平台建好了 我也上了生产 那这个时候 我的平台价值在哪里 我怎么样跟老板去汇报 我这个建福网格的价值 那价值如何兑现 那再一个的话就是 可能一般来说业务 它真的全量上福网格 还是非常难的 那这个时候可能它上了40% 50% 那剩下40% 50% 怎么样去上 能不能有 就以前的方案到底能不能 适用于全量上网格 那这个挑战我认为 其实可能比早期 它的一些介入啊 它的性能 其实会更加困难 它可能很多问题 不只是服网格可以解决的 那这个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 嗯 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前面几位嘉宾 给我的一些启发 其实我自己总结 就是福网格 它在挑战 在上落地或者是 或者商用的时候 它的面临挑战 我总结有两个 第一个其实 一个比较通俗的 云原生本来的发展 本来给我们的企业 特别是信息化的 这些技术和我们的系统 带来了一些挑战 它已经有一定的复杂度了 而Eastio呢 又是建立在 K8S这样一套 云原生上面的 一套新的技术 那我们的很多企业 在面临的 它的这个技术储备的时候 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我们国内的很多企业 面临的最大的阻力 来源于信息化部门 或者说其他 IT相关的 这种软件开发的部门 人员是最大的阻力 大家都做项目的时候 都有一种感觉 我这个项目用什么语言 往往取决于 我这个项目组里面的人 擅长什么 所以说对于第一个问题 面临的挑战 就是我们的人员的 这个知识的技能的升级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巨大的投入 也是大家对这个意识 但是这个投入与否 取决于刚才各位嘉宾说的 第一 我用了这个技术以后 我得到什么是好处了 我的投入 跟我的这个得到的收获 是不是成正比 所以说这个东西 其实在推广技术的时候 这是我们在座的 所有的嘉宾也好 专家也好 开发者也好 大家背负的一个使命 当East就成为我们 大家的共同的 比较common的 随意上手的那种技术以后 它其实就会变得很廉价了 成本可能就不计了 对 这是第一个 就在人员团队上 第二个就是 由于我们的这个技术 是不断地眼镜发展的 它的微服 是眼镜发展上来的 并不是一下子 一蹴而就的 那以前有一些 有一些这种技术 我们已经有了 很多人就觉得 用得很好了 比如我对外暴露一个服务 我可能已经有 自己的网关策略 网关服务了 那你ease有的 来了以后 有个ingress gateway 那这个ingress gateway 跟我以前的那个功能有重叠 你让我把我以前的东西换掉 这是也是它一个有阻碍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呢 都是在这个地方 对 好 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就是之前 因为我是主要是做开源为主 但是偶尔也会辅助产品团队 去做一些这个问题的公关这种 那我的体验是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这个 ease有 或者是一些服务网格 真的是很复杂 那复杂到 用我们去管理多集群呀 去管理多集群服务的时候 会发现 可能会有些冲突 我们 我体会最深的是 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客户的 用ease ingress gateway 去管理多集群的这个网络的入口的时候 然后它那边的配置的原因 就是一个gateway上面 简单一个配置 因为它这个gateway 它当时是配置在多集群里面 然后有一个集群的那个证书 跟其他集群的是不一样的 它这么个使用 就导致了它那个 有一段那个时间的那个 发现那个流量是当掉的 其实不通的 这个时候 我们就帮它去查这个问题 其实也费了很大的劲 其实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ease store本身 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就是如果说 我简略一点 如果说大家在没有 就是自己的平台化 运维团队之前 没有一些可靠的运维人员之前 就不要轻易尝试 自己去管理自己的这个 服网格 最好是采纳云厂商的这个方案 对 因为云厂商是对你有保障的 实际上 对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要想清楚自己 真正的要用服务网格去做什么事情 这个我们我想 我就不展开了 我们就 待会应该会有其他的问题 好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企业在使用服务网格 这个期间 就是我们要重点解决什么问题 应用在什么场景 然后我们从华龙开始 简短一点 行 好的 那我们 我简单讲一下 这个期望的重要解决问题 其实在我们在推广 或者是在考察一些用户的场景当中 我们发现 服务网格在很多场景上 比如说我们的灰度发布 现在的微服务以后 它的灰度发布的上面 以及我要对外暴露一些服务的时候 安全性和它的这种流量切分 保证我都运为的这种 不当即将熔断的这些技术 这些feature的话 是他们比较用的比较多的 然后咱们快一点 谁还有补充的 佩佩 佩佩 我简单补充一下 我觉得如果是说服务网格的话 其实我个人理解 因为它本身跟微服务 解决的问题很像嘛 那我理解服务网格 其实我理解更多 更重要的一个大的场景 其实是它本身 它的一个架构 解决的这个场景问题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说服务网格 它本身就是想把一些 飞业务的通用的东西 下沉到赛卡嘛 那这种其实 其实可以帮业务 包括做升级啊 实现多语言啊 这些能力 其实是会有 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 其实根本性的一个 架构的场景 就是一个 这样能力的下沉 那体现到功能上面的话 可能就是刚才 怀龙也说了 包括像一些灰度发布啊 包括做一些 流量涌到测试环境治理啊 包括做一些这种 异常流量的一些 动态摘处 那这些其实就是 体现到功能 当然这个功能 可能很多 使用微服务框架 也可以做 但是服务网格的话 它可能更多 在场景上面 会体现 比方说企业上面 想做一些 基础设施的下沉 那这个我觉得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偏架构方面的 一个场景 OK 那时间关系 这个问题就 你们俩回答吧 然后我们开始 第三个问题啊 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我想请在场的 各位听众 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尝试来回答一下 这个问题 作为 如果是作为用户来讲 我想问一下 大家最关注的是 一些什么样的 或者是 Ease就有什么样的特性 或者是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想请大家来回答 有愿意尝试的吗 这个问题 对 And user可以尝试一下 我们在评估 要采纳ECU之前 我们需要考虑的 什么问题 OK 谢谢 我那个简单 抛砖引誉一下 就是我们在 接入的时候 一个是会 关注它的 这个可观测性 就是我们肯定要对它 做一些耗时 各种监控 包括它到达每个服务 每个服务的QPS 这种一系列的统计 另外是它的 对于协议的一些支持 比如说我们现在支持 这个HTTP JRPC 可能后面还有别的RPC 或者说什么BRPC 我们可能会关注这一点 我们这边主要是关注这些 那您主要是什么类型的 什么类型的意义 我们主要是一些 在AI场景下的一些 在线推理 在线预测 谢谢 还有其他的同学有问题吗 OK 我们就是 我们相当于是一个 平台的开发人员 我是移动云的 我们在用网格 主要是做绘度发布 还有一些服务治理 可观测的 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就是我们相当于是一个 服务网格的 能力的输出团队 然后要支撑 那些移动云的产品 就是移动云的产品的 研发人员关注的点 我们感觉 更多的是 用了Eastio之后 会带来 就是带来什么样子的问题 就是一个是 迁移的成本 还有一个是性能方面 然后还有就是 对它的改造 改造方面 还有就是Eastio的 这种学习成本方面 对 他们关注的这些 会比较的多 另外就是 可能就是还有一个 就是如果Eastio出了问题的话 我们能不能hold得住 然后对 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好的 还有其他的朋友 想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吗 雨昕 我其实我是站在一个开发者的角度 我其实本身是开发佛网格的 我也是处理过一些用户的一些诉求 我其实觉得客户 就刚刚前面这位 这位用户他也提了一些嘛 包括可观测性相关的 我觉得其实用户 除了功能的关注点 我成另外一个侧面 我想讲的是说 其实就是应用性 就是使用越简单越好 然后那个遇到问题 能快速地诊断问题 大概是这些方面的 OK 还是复杂度的问题是吧 时间问题我们就不再尝试回答了 台上的大家有想补充的吗 其实也不叫补充了 就是我理解一下大家 总结一下大家 刚才说的一些挑战 就是我们服务客户过程中 客户最关注的几个事情 第一就是说 这东西的稳定性 刚才这位同学说的是 我的流量 执行过程中 如果能够很好地去定位问题 怎么保证这个流量 没有任何的抖动损失 我觉得这是客户 反正我们的客户 是对观众流量的稳定性 第二个就是刚才说的应用性 就怎么能够 对这个相对复杂的技术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上手的一个路径吧 我觉得这两个是客户比较关注的 好 下一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然后服务网格技术 在AI领域中 就是与AI这边的这个场景 有什么结合点 或者是潜在的应用场景 是在哪里 请大家回答一下 那话筒在我这儿 你开始吧 是这样就是 在这个服务网格技术 其实刚才这位同学也提到 就是包括我们在内 也是服务了很多 支撑AI服务的这些场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关注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一个模型推理的服务里面 它其实是面临几个挑战 第一个就是说每一个推理服务 它所需要的资源成本 是有一定昂贵性的 特别是需要一些GPU的一些场景 另外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这样的一些服务 它并不是实时的被使用到 那这两个特点就决定说 我们能不能利用一些 service mesh技术 包括一些弹性的能力 能够让用户在这个 就是来了请求之后 我能够及时的 享用用户的推理 这个需求的同时 延迟足够的满足诉求 同时呢 又在成本这一层面 能够得到个汉航的 一个有效的优化 就在这两点之间 怎么做的一个trade off 做的一个更有解 这是我们看到 就是service mesh这个技术 在这个领域的场景 在我们一些方案里面 我们也在推了 就是service mesh for AI model serving的一些能力 当然我们简称叫model mesh 为了好叫叫model mesh 就是说在model mesh这个场景里面 我们是试图 把这个service mesh的理念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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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化 能够支持在AI service mesh的一些能力 那我先提到这儿 OK 再一个 刚才新宁给了我一些启发 就是实际上服务网格 除了在模型训练 或者模型部署的 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上面 我在想是不是就是 其实如果服务网格 结合severless相关的一些技术 来这样的话 来提供对我们用户提供这种 模型响应的请求 让我们更加的便宜 就是对每一个人来说 就变得很便宜 因为severless的话 它的成本可以变得很低 对然后我们 因为现在有很多 那种severless的技术 或者框架 基于这个服务网格的技术去做的一点 可能会是一个点 我这么理解 PVU补充吗 我补充一个结合点 就是主要其实还是在业务的排账方面 因为服务网格本身 它其实不是一个观测系统 或者说一个排账系统 但是它可以为这种排账 包括运维系统兔非常多的一些原数据 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跟AI 有一个好的结合的话 比方说可能我们早几年会提一些 AI Ops这样一些东西 那其实跟AI结合的话 我们可以基于它的一些分析能力 从一些比较海量的 比方说服务网格 可以提供的一些原数 观测原数据里面 能够更快的 更智能的去识别出来 一些问题的一些更新 帮助业务 尽量快的定位到问题 解决到问题 这个是我想到的一个 算是一个点吧 OK 那我来讲一下我的观点吧 就是AI领域呢 我们其实 从算力需求角度上讲 对算力需求最大的 其实是那个AI的训练嘛 AI模型的训练这个过程 然后从那个面向用户角度来讲 我们其实就是 对用户层面这个AI推理 对吧 其实我们AI训练这一块 其实对那个 网络传输要求 对那个Io的要求 是很高的 就是AI训练这块 就有些AI的训练平台 就是对这块 一般好多是走那种RDMA 还有那种硬件的那个 Evilink那种 去做那个 什么master worker之间的 那个同步的 这个时候它的要求很高 我在想 这个就是这个角度 可能跟我们ServiceMesh这边 它因为它追求的不是那种功能 不是就是发布的那些东西 它追求的就是高性能 它可能这个时候 它是会用这种 硬件直通的方式 这个时候我觉得 ServiceMesh的结合点 可能相对比较少 另外就是像 西金刚刚讲的 其实在AI推理方面 我们其实可以做到 很好的利用 ServiceMesh这边的能力 去做更快的迭代 更快的去把模型发布 对这块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然后另外就是今年我们知道 这个GPT是非常的这个火热 然后这边包括这个LAMA 也开源了它自己的模型 它是更把这个AI推理 会带向一个更高的高度 所以说这块 我想就是ServiceMesh 未来对AI推理方面 进行一个快速迭代 是会有起到很大作用的 好 那我们就下一个 下一个话题 那个浮网格的下一步技术眼镜 画面开始 OK OK 就是下一步技术眼镜 刚才就大家讨论 其实我与启发 就是其中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提到 大家去应用浮网格的时候 有这样的困难 比如说我们的运用能力不足 我们的技术人员的 技术储备不够 我们遇到问题 很难去 因为刚才中复举了个例子 其实我也遇到过 因为我也 以前支持过 浮网的修工夫 有时候那个问题 真的是一个灾难 就你 因为浮网格 它处理七层 七层的话 跟应用它是有交集的 对吧 所以说你有时候 你遇到一个问题 你很难去 去判断 它是一个 我网格 这个所谓的基础设施 上的问题 还是说是一个 应用的一个问题 你要把这个责任 撇清 对吧 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 很难的 所以说你 很多时候 你就没办法 要去兜底 这个问题 我们想要 为什么 为什么 为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 有这些方面 第一个就是说 可能说我们的 目前 因为浮网格 它是 虽然说 它已经从17年开始 是吧 逐渐到现在 有五年时间 但是它本身 它还是属于一个 技术的一个成熟期 还没有完全成熟 它不像K84 或者容器 成为一个 就先讲到 已经是一个技术设施了 我们不再K84了 但是我们还是 就还是比较关注 它说明它还没有 真的成为技术设施 就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也看到 Eastio 社区 它虽然说 已经在深深毕业了 但是实际上 它还在不停地 快速地迭代 它 大家各个厂商 也在做 自己的一些 创新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华为的 KMatch 然后 阿里也做了很多 EBF的工作 是吧 大模型的工作 模型的 AI模型的工作 然后社区也来做 那个探索 EBF的模式 然后 其实昨天我 我那个 昨天晚上 我去写了一个文章 为什么我写了文章 因为当时我 我在Eastio看的 那个KLOT 我感触很深 就是 为什么 Google 以Google Solo为首 他们为什么 在社区里面 去推这个 Ambed模式 其实Google 昨天那个KLOT 它 已经把它的意图 讲得很清楚了 因为 他们真正是希望 把 Eastio SalesMatch 做成一个基础设施 它不应该 再被用户关注 就对用户来说 你就是一个 Linux机器 或者是一个硬件 我 99% 的情况下 我不需要关注你 对于 后面 对于 对于用户来说 我的服务网格 它只是 云上的一个服务 它跟我们的RDS 是吧 跟我们的CVM 跟我们的CVM 没有什么区别 就像我们不用 关注它一样 我们也不用 关注SalesMatch 我觉得这是 它的一个 最终的一个趋势 这样子 非常高兴 听到这种 有同道的声音 其实 大家关注一下 KPAS的图案是什么 它的图标是一个舵 那Eastio的图标是什么 它是一个风帆 所以说舵是掌握方向的 那风帆是做加速的 它会加快这个船的运行 其他的像阿狗 都是水生生物了 是吧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舵和方 都是一张船上的 一个基础设施 所以我非常认同 就是 它应该 不应该被用户 过多的关注 而是下成为 一个基础设施 我觉得这是 它的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 如何能成为一个 真真真的基础设施 云原深圳的基础设施 这是它未来远近的一个方向 大家把握住这个关键点 就能把握住 它的技术发展趋势 我从两个方向来 说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理解 那一个方向就是说 刚才我们提到 稳定安全和应用性 是用户关注的两个点 那么我相信 下一步远近方向 也一定是为了解决这两个点 一定是解决用户的诉求 那么从稳定安全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刚才 爱靠一些画冰的 那个公众号 对吧 也提到就说 感谢你把那个 阿里云和这个谷歌大佬 放在一起来讨论一个话题 就说 其实大家能看到就是 包括阿里云 谷歌在内 试图都是把这个 复杂度降低 降低用户的使用门槛 它除了把控制面 进行托管之外 它的下一步思路 一定是需要把 数据面的一些能托管 能够降低用户门槛的东西 要解决掉 这是从那个稳定性 应用性角度来看 一定会去往这个方向上去发展 那这是第一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 service mesh技术 所有的技术可能都必须去拥抱 这个AI大模型的一些思路 无论是大模型 for service mesh 还是service mesh on这个大模型 就是我觉得无论是你利用它 还是帮助它去更加充公 我觉得这两个维度 都一定会让这个service mesh 跟这个大模型AI技术 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我最后补充一点 因为前面 我其实也想讲两个点 第一个点的话 其实跟前面几位老师 其实差不多了 就是也是看好 比方说像Ambient 这样的一个技术趋势 因为上午 其实我也听了中午的分享 就是ecio作为一个成熟的一个开源的一个软件 其实它推出Ambient的这么新的一个东西 其实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步伐 但是其实它这个阶段 其实不太应该做这么大的一个挑战 但是确实也是需要更下沉 然后更加无感知 而且能解决当前使用CityCon模式 比方说带来的一些资源损耗 严实这样一些问题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可能稍微有一些 就偏离咱们今天的一个聚焦的主题吧 就是我 其实坐下来服务网格 其实很多客户 他刚刚也其实有讲到嘛 他做服务网格 把服务相关的一些东西下沉到3D卡 但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说 我用到的一些消息中间键 一些DB的一些东西 能不能类似微服务的东西也下沉 这个其实 包括他们也会为他们下一代的微服务框架选行 做一些调研 他们很快的就会意识到 就服务网格好像有一个非常接近的一个 也是新技术嘛 像多运行时 他的这个理念 包括这个下沉的理念 包括可能就是想做的一些事情 非常类似吧 那我其实一个观点也是觉得 服务网格他可能眼镜的方向 更多东西下沉 可能跟那个多运行时会有一些重合 或者说甚至可以互相互补啊 或者说融合的一些地方 这个是我的观点 好的 感谢四位老师的这个分享 然后我个人的分享一下我的这个个人的想法 就是我们服务网格其实做了也很多年了 是吧 从2017年 应该最早2016年是不是 Linkedit就开源了 然后2017年到现在 East2也开源了6年多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大部分时间 大部分的这个逻辑思维 也被固化在我们这个应用 就是透明拦截这块 这是我们大部分弄的 然后我思考的就是说我们下一步也是刚刚老师有讲 我们可能这个服务网格的这个proxy 会做现在的这个wipoint的这种拉远模式 这是remote的拉远模式 然后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可能特殊场景 会要做那个proxy的这个offload 下载到就是下沉到这个专有硬件上面去做一些加速 这个是两个技术方向吧 另外的那个我从场景上来分析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Servalice这个 包括Servalice AI这个场景下 未来这个服务网格这边 会有更多的这个技术方面的去支持 我觉得 然后从商业化角度来讲 其实像这种拉远的模式 就是下沉到基础设施 这个我相信也跟像我们去年 然后洞察到的这个AWS 也推出了自己的这个云服务 叫VPC的Lattice 其实也有点类似啊 大家也是在朝同样的方向 同样的事情在做 我觉得 这个是我对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啊 好 今天我们那个 其实演讲时间也差不多了 然后还是感谢四位老师的精彩分享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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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